新聞瓦瓦瓦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瓦瓦瓦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剛剛小東瓜特別講到說 我們減少外出跟人家接觸 真的 因為基隆 現在有一件事情很操心 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有一個七十幾歲的 大樓管理員 然後他有去萬華那邊活動 結果他五月十四號不舒服 然後就去看了四次的診所 但看診所的過程裡面 他繼續上班 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了 五月二十九 他去大醫院 大醫院比較警覺 趕快跟他篩檢 發現他確診 但是他從他不舒服到確診 十四天他每天上班 然後那一棟大樓有老人安養院 有診所 有住家 然後你知道跟管理員也要交接 現在就是煩惱這個 真的你不曉得 對 大樓管理員 幾乎每個人都會有吧 對不對 你真的不曉得他會 他確診 然後呢 一樣 你嫌人 有一個四十幾歲的美髮師 他也是不舒服 但是不舒服過程 他自己不曉得他確診 結果他到確診那之前的 不舒服 十三天他每天去幫人家洗頭髮 可是我們不是五月十五 就已經三級警戒了嗎 三級警戒 那個 美髮還是繼續開 繼續開 現在到昨天唯一一個縣市禁止的 叫桃園 美髮 美容跟美甲禁止的 其他縣市繼續開 女生頭髮切斷多重 沒有 可是我看臺北市都關 因為臺北市真的還蠻 關是因為自主性的不想開 並不是政府禁止 七明通重 怎麼說 更漂亮 沒就沒去 那是你 我的朋友說 那眼睫毛沒來接不可以 女生漂亮很重要 對 OK 那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真的不曉得說他確診 然後他傳給你 你被傳染你不知道 你知道嗎 對 對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就是說 中間有很多的危機 那當然有一些人性的故事 惠珍這邊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醫院的感人的故事 對 其實這個醫院的感人故事 我個人看了 第一次看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有點眼泛淚框 他其實就是一個 也是六七十歲的一個阿姨 他就被送到醫院裡面 那他其實就一定就是確診案例 那他一進去的時候 他有欠了一個拒絕積極治療的 所有的一個相關 就是說他也不要去電擊 或者是說不要積極搶救 那欠了之後 醫院一定是會尊重 當事人的一個意願 結果後來那個值班的一個護理人員 他是個男生 他去在幫他就照顧的時候 他發現他喘的情況 他血氧的那個含量 已經低於九十 大概八十幾 所以他覺得這個阿姨 可能狀況不是很好 那但是他進去那個阿姨的病房裡面 他發現阿姨的桌上 有寫很多那一種 我很愛你 然後就是你一定要好起來 那寫了很多那種就是 顯見他跟家人的情感 非常緊密的一些東西 所以他看了之後 他就這個 其實我覺得我非常讚揚 這個護理人員 他就也很擔心說 會不會有發生 來不及說告別的事情 所以他就跟那個阿姨說 阿姨那個你的狀況 其實沒有很好 那你有沒有要不要跟你的家人 就是說說話 就想說激勵他一下 然後阿姨就把他手機拿起來 然後他就幫阿姨跟對方連線 就對方是女兒 然後一看到之後 就非常謝謝他 然後還跟媽媽說 你一定要撐過去 我們全部都很愛你 然後我們等你回來 你一定要撐下去這樣 那他的孫女 所以他是確診的 對 他是確診的 然後那個孫女也在那邊喊說 阿嬤 趕快我們等你 這樣子我們都很愛你這樣 然後那個阿嬤 當然就流下眼淚這樣子 後來那個醫療人員 就有在跟他說 那你當時有簽那個 放棄急救 放棄急救的這個部分 那個阿嬤就按那個阿姨 馬上就說 他們要他們要我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就是他們在他們等我 我也活下去 他要急救 對 他現在就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說 他改變主意了 他改變主意了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就讓非常感動 因為其實在那麼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護理人員他有這樣的同理心 他願意去多做 因為其實這跟救他沒有太大關係 可是他願意站在他的角度來講 不管你是這一個確診阿姨的家人 或者是你是確診阿姨的本人 他都會願意就是說 你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做 你要不要再 就是再撐一段時間 你要不要再 所以我覺得光是這一點 你看阿姨就有那個 就是有那個鬥志 他就會認為說 好 那我就要拼搏下去 那我覺得 就是現在可以說是 台灣有史以來 或者是說 就疫情有史以來 最黑暗的時刻 但是就是有這種人性的小故事 或是這種很溫暖的小故事 會支撐的 不管是確診的人 在跟疫情搏鬥的人 或是說你有家人確診 然後你非常惶惶不安的人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支持力量 那在這個時間點 我也認為說 其實台灣人多大 絕大多數人都會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手勘的 大家就是一起走下去 可是有一些人 不管你是市長或什麼 這個有時候過多的 一個公潔性的語言 其實會看得讓人覺得很痠 這樣反而對於 整個疫情的控制 或是說對於安定民心 這件事情 其實反而是起到反效果的 你講這些我都不懂 你可不可以再講 對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 就像我是臺北市民 我朋友是新北市民 那我們像以我朋友來講 他就不理解 為什麼從五月十五號 封城到現在 菜市場以清北來講 一百六九個菜市場 到現在自主觀的是十幾個 其他的一百塊一百五十個 都還是正常開 那正常開沒關係 你也沒去分流 你也沒有去一些相關的一個 對 那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感覺上你每天都在盯著指揮中心 但你自己做到哪裡 那以臺北市來講 以臺北市像我個人就認為 我自己就是有時候 這個露營會做漁營或幹嘛 我自己看到在路上的遊民 大概就有五六個 都沒有戴 有戴口罩 可是你看那個口罩 你就知道他可能是從禮拜一戴到禮拜天的那一種 然後 很髒就對了 就是 就濕了 或者因為下大雨 然後有的 其實有的畫面 你看你會很難過 他在翻垃圾桶 就是說他沒有吃 因為現在所有餐廳都不開 所以有的以前可能會有一些 他熟識的餐廳 或給他一些東西吃的 現在也都沒有了 那還有就是他們 他是睡在路邊的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防疫沒有一個人可以是破口 沒有一個人要被 變成是在那個防疫網之外 所以像高雄的陳其邁 陳市長 我就覺得他有 他有真的做好一個市長 或一個大家長的那種感覺 他買不買得到疫苗 這是中央的事情 當然你可以提出意見 可是他更多的時間 是把他的市民照顧好 包括他包了幾棟的旅館 讓他的遊民可以進去住 包括他認為說 現在他們高雄市的 建設司機沒有生意 所以他可能就尾遊 就是有一些送餐或送菜的服務 讓他們去接Case 那我就覺得說 其實市長可以做好一個 這樣的角色 你就可以變成是 應該是說防疫是全體的工作 指揮中心或政府中央 有疏漏的地方 是地方政府去補齊 地方政府下達的命令 是我們全民要配合 你唯有三位一體 大家才能做好這個防疫的工作 那你的指揮中心 沒有買到疫苗 你地方政府一天到晚做 你沒有買疫苗 那問題是我們一般老百姓 我們也會覺得說 那你也沒有照顧好你的市民 所以是不是大家應該先把 要追究責任 或者是要算帳 疫情過了 大家慢慢算 在疫情期間 我是認為大家還是要全體一心 尤其是說不要去講太多 什麼什麼餓死 什麼這種比較 就讓人家聽了 就覺得很阿雜的話 這種可能就比較不適合講 不過現在傳統市場在臺灣 二十二個縣市 有十個縣市 是採取身份證的號碼分流 最後一個字 那所以是不是我們去買菜 傳統市場買菜要帶身份證 他們老實說 除了用身份證要帶之外 現在有些就乾脆就是 因為禮拜一三五 一三五 後面最後一個字單數 那你就是一三五可以去買 最後一個字是偶數 那就二十六可以去買 我覺得分流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事像我朋友 他們附近的傳統市場 他們的攤商就拉 自己拉了一個LINE 跟他們長 就是你現在如果之前 拉進LINE來就什麼呢 你要什麼菜我幫你 我幫你叫 撐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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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很早就意識到 因為他那裡其實我之前去採訪他 就發現他那裡有很多像 獨居的老人或什麼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不能出來買菜該幹嘛 所以很早就開始 包括做便當做什麼 怎麼樣確保這些人 不出門也有東西吃 這是要做的 而且我覺得 為什麼要做到更細緻 剛剛惠珍講那個 就是說打內通電話 很多的醫護人員 他們現在都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都知道 當這些人開始呼吸衰竭了 我要插管 因為插管之後 我為了避免他很不舒服 我會麻醉他 麻醉他可能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所以他們有機會 跟他的孩子道別 所以他們其實在要插管之前 他們即使忙到這個情況 他們都會打電話 是適合他們視訊 至少跟孩子講一下 就是讓孩子跟他可以 有一些話可以講